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和大家分享用黄瓜和丝瓜做一道早餐饼 非常好吃,又很营养 丝瓜去头去尾去皮 先切片 再切丝 装入碗中备用 一根黄瓜 切丝 装入碗中 加少许盐 五香粉 香油 搅拌均匀,腌制五分钟 腌制黄瓜和丝瓜入卧 再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 再加两大勺面粉 搅拌至没有面疙瘩 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放油 倒入面糊 用筷子铺均匀 小火慢煎 不停地摇动锅子 使底部受热均匀 能够陪着梦 能够陪着梦醒来 煎至蛋液不流动 再翻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 即可出锅 撒上少许芝麻 再切开 美味的早餐饼就做好了 非常的好吃 又很营养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